打通大动脉 畅通微循环 近期 国内疫情多点散发 波及多个省份 部分地方依疫情防控而采取的通行管控措施 影响了物流畅通 年日来 为打通大动脉 畅通微循环 交通运输等部门加强统筹协调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行动 全力以赴做好物流保通保障工作 自查自咎 加强调度 保障运输通道畅通 4月18日 经各方共同努力 辽宁省近300个高速公路收费站 全部恢复通行 在大连市甘景子区的大连湾收费站一旁 当地有关部门建起银食应急停车场 最多可容纳100辆货车停靠 投用后 车辆由出口处逐台待减 便为到停车场待减 有效缓解了拥堵 4月11日起 为打通跨省物流瓶颈 确保运输通道畅通 交通运输部成立公路保通保障工作专班 每天开展调度 指导各地开展关停收费站 和服务区的自查自咎工作 据统计 截至4月23日24时 各省高速公路共关闭收费站11个 占收费站总数的0.10% 比4月10日减少667个 下降了98.38% 共关停服务区27个 占服务区总数的0.41% 比4月10日减少337个 下降了92.58% 优化管控政策 提高货车通行效率 取消在高速公路主线或服务区设置的防疫检查点 在高速公路出口 服务区等区域增设核酸检测点 强化路网运行监测 及时解决路网阻断堵塞问题 年日来 各地区各部门着力优化管控措施 让货车通行更高效更顺畅 湖北省交通部门会同公安 卫健等部门调配增派工作人员近10万人 保障高速公路卡口交通秩序 各高速公路运营单位开足收费到口 对货运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设立指引标志 方便其快速通行 江西省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区域 设置抗原监测点180余个 确保15分钟内快速出结果 江苏省延城市简化柴燕要求 持有通行证的农副产品 预输车辆信息核对无误 司机现场抗原检测结果 为阴性即可通行 启动中转站 推广通行证 保障重点物资运输 4月18日 长三角重要物资应急保供中转站正式投运 当天中午 一辆货车从上海嘉定安亭中转站驶出 经高速道口和演相关信息后 在交警引导下 抵达浙江杭州中转站 完成防疫环境消杀 装货及抗原核酸检测后 下午便返回上海 顺利完成货运交接 据了解 首批长三角重要物资中转站共有6个 目前已建成4个 在推动各地启用应急物资中转站 保障重点物资跨区域运输的同时 交通运输部还大力推广 统一释样的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督处各地往上办理 节节集办 确保足量发放 做到全国护认 着力减轻物流企业负担 加强关爱货车司机 受疫情影响 企业电带有所下降 经营面临一定困难 区里及时出台补贴政策 让我们松了口气 江苏加利达物流公司 副总经理王小洪说 4月16日 江苏无锡市新无区出台政策 提出对疫情防控期间 达到当地货运车辆币还管理要求的 辖级企业 安排不少于2000万元的补贴 以减轻企业物流运输成本 不只是无锡 日前 江苏有关部门出台 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新变化 新冲击 进一步筑起纾困的政策措施 提出将参与疫情防控 为生产生活物资提供保障的物流企业 纳入财政专项支持范围 给予定额补助安徽合肥市出台纾困政策 明确给予运输重点企业生产物资的驾驶员 每月每天300元补贴 给予承担重点企业生产物资运输的货运企业 在员工核酸检测 防护设施采购等方面 支出30%的补贴 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为物流企业纾困解难的同时 各地有关部门还对货车司机加强关爱 保障其工作生活条件 福建省出台关爱货车司机 保通畅10条措施 提出为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货车司机提供送餐 便捷式购物等服务 江苏常熟市为过往货车司机准备爱心包 发放矿泉水 面包等食品和口罩 消毒湿巾等防疫物品 中交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其所管辖的收费站 服务区向货车司机发放免费餐券 让司机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